各位长官、贵宾、葡萄寺省医委员 获奖葡萄寺们,大家好 和千里葡萄结缘是在2008年拍摄公共电视纪录片介绍巴黎与台北 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巴黎台北探索万岁的时候 今天是第三节荣誉葡萄寺颁奖 这也是第三次让我有机会透过三部短片来描绘葡萄寺 每次去见他时都是一种享受 不仅可看到台湾美丽的风景 还可遇见那些在首领时展现出一种让我羡慕的样貌和能量的人 发现身怀绝迹的他们掌握这其中的秘密 对他们来说 对放石头 剖开石头 建造爱墙 完全不用非自然材料 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 看到他们如此轻松的处理这些材料 每次都让我感到惊讶 看到今年获奖的三位大师为拍摄目的制作示范的过程作品 让我目不暇急 每一次他们在采访中还起的故事和回忆 都打开了通往当地文化的大门 向我们展示了台湾文化的丰富性 在一个新技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世界里 收集和宣传这些大师的传统 和可永续传承的技术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向所有人展示 我们祖先的工作方式在现在社会中仍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大师凭借他们的成就和技术 帮助我们保持与自然的重要链接 一个丰富的历史和美丽的链接 感谢千里步道 感谢你们透过这个奖项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认识这些了不起的人 最后 我要组合今年的三位获奖者 可以到你们住的地方拍摄你们 有机会用我的商机补足到你的手势 你们的笑容和你们的知识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荣幸 这种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祝大家幸福健康 谢谢 谢谢